以你如今这年岁 不要说婆家了 怕是孩子也已有好几个了吧 什么时候让师兄们 见见你的夫君啊 以你的容貌品性 也不知嫁了个怎么样的夫君啊 好说好说 下下个月我大婚 请你们吃酒啊 师公 师公 又有客人来朝拜 你也不想吃酒吧 告辞 他这几日也见了不少客 也该歇下来 师父就这么走了 等一下还有人来朝拜 怎么办啊 都送到前厅去喝茶的了 喝完了送走就行了 来 这茶叶还够不够 够的 师父看起来怪怪的 我之前经常和你四哥 聊到你的婚事 深觉得你天生 就是少跟金的人 这神仙是做得不错 于风月之事 你却是个外行 入口 你还真是少跟金 你 我 少跟金哪 少跟金呢 那我 槍得我们的